今天大家好有精神 鼓掌好 好卖力 今天有新人吗 好像没有 有一位旧人 旧人是沈其君失踪已久 被师父通缉了 是怎么再遇上他 就是师父现在不是就在 努力开发Facebook 对吧 就是Facebook开通以后 师父都没时间去耕耘他 然后就想说 上个礼拜刚好 中国大陆放长假 他们都放连续八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明天咱们放假 他们开始上班了 所以师父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 好好的耕耘了一下 这个Facebook 终于才稍微懂了一下Facebook 以前职日都是开通而已 然后怎么去运作的搞不清楚了 好现在终于终于懂了懂了一些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阅读量 我们要特别的掌声献给我们的 这个转发的女王 那个陈敏玉 是了不起啦 真的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对一个人的那个阅读量可以高达700 我看谢鸿兴都给你点赞 真棒 你也超越了他了嘛 凌柔没有跟上太可惜 以前的转发女王是凌柔 现在已经远远被 被那个陈敏玉超越了 你那个感言一下好吗 你感言还是不感言 感言 感言 对 要教我们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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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要好好学习 对 嗯 其实从我 我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姐妙其享乐 其实我也是很惭愧啦 其实我 你是谁啊 我是陈敏玉 其实 我是觉得自己毛也很多 然后其实心里对 什么很多啊 心里毛很多 哦 台湾的 就是 就是其实对很多事情 是很排斥的 那 转发这个过程对我而言 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突破 那本来有很多人我是封锁的 那我有一天 就突然觉得好我把这些人解封锁 嗯 然后就会 你为什么要封锁他们呢 就因为 我记得师父刚刚回来 从大陆回来的时候 2015年那个时候 我也不会LINE 为什么呢 LINE是2013年 日本传到台湾嘛 对吧 那那个时候师父当然是在中国大陆 是没有什么平台可以用的 LINE啊Facebook都是封锁的 然后 然后就是回到台湾的时候 哇 LINE也不会用 就有点像现在Facebook也不会用 当然这最近好很多了 我要说的是LINE不会用的时候 我把很多人都封锁了 我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 然后他们 他们都说他们没办法看到师父的 传出来的信息 我说我有传啊 然后后来找来一个封 找来一个高手 然后他说 师父你的手机 借我看一下 看了以后一整列通通都封锁了 他不是故意的 是根本不会操作 乱操作 对 结果你不是嘛 你是恶意封锁对吧 对 就是其实我心里很 很 很 很多 框框 夹夹 对 然后呢 就为了转发量 所以你就把它解封了 我其实有一天爆 为什么就突然想说 不然我 想通了 就把这个解封这样子 解封了 是 对 然后就一下子就有那么多人 那我 但我想就是 最近就靠这一波啦 那如果 对 那可是我也 因为其实今天那个 有师姐 她有现在问我 然后那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因为师傅发布的时间 刚好是我搭公车的时间 所以我刚好就是 是早上7点 对 那个时间 刚好就是 那个就是我们 当时设定7点 就是大家搭公车 搭地铁可以 对 那坦白说 这也是一个福报啦 就是如果说 时间突然变动 变成 我正要忙的 其实我也 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刚好说 这个时间刚好可以 这样子 那我坦白说如果是中午 我就 非常的 对 中午不是有午休吗 没有没有 那是我一天 可能最忙的时候 为什么 你在忙什么中午 我们 我们 因为我是行政 所以会很多人来找你 办办 什么 刚好是中午 对 就是每个职位 他的那个工作 不一样 而且其实学校老师 中午真的很忙 就是如果是导师 吃饭时间 是都不固定的 都是要先去看 学生吃完饭 他们可能先吃或晚吃 本来中午就是 大部分的学校都是 老师都是很忙的 这样子 中午休息几个小时 没有正常的休息时间 就是自己找时间休息 这样子 一定有下课几点 然后再上课几点 那就叫休息时间 那应该是一点到一点五分吧 一点到 中午上课上到一点吗 不会吧 12点 午休是不是真的午休 可是午休 其实老师不太能午休 对 那你没有搞懂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起点到起点 你要不要休息你家的事吗 对吧 哦 应该那就是12点五分到13点 到13点 一个小时了 很多了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 只有40分钟 40分钟 所以我们4点就下班了 哦 对啊 所以40分钟你很难想像 40分钟你要吃一顿饭哪有可能 欧洲人吃中饭是吃粮食 他不会去点热炒啊什么 他习惯不一样 他跟美国人都不一样 欧洲人一天只吃一餐热食 那就是晚餐 所谓的热食就是你要动锅子火去炒 所以他连早餐都不动锅子 早餐就是前一天面包就做好了 oven烤一下 然后一杯咖啡 就这样子 那烤的你如果到餐厅前 点欧式早餐的话 欧式早餐他不会给你现烤 他就是通通都烤好的 然后用一个布盖着 就这样拿给你的时候有可能都已经凉了 他们很习惯啊 那午餐吃什么 还是凉的啊 就是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 还是凉的啦 或者是大公司一定有cafeteria 就是员工的餐厅 然后也没有粮也没有月食 就是卖的都是粮食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丹麦 那时候我还没到英国去工作 我第一次到丹麦去的时候 丹麦下大雪啦 因为北欧嘛很冷 十月就已经下大雪啦 他们用最高级的午餐招待 我怎么知道啊 那所有的杯杯盘盘 全部通通都是银器 你就可以知道 戴若上冰 然后里头每一道菜 枝丰盛 全部是凉的 生蠔啊 海鲜啊 龙虾啊 通通都是凉的 我看了我都呆了 然后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他看我都没下手啊 他也是就buffet这样子 就是一个人拿着盘子去拿 他看我绕了一圈回来 什么都没拿 他就把我盘子端走 然后帮我去拿 拿了通通都是海鲜 然后这部还不打紧 都是凉的 都是冰的 外头下大雪啊 里头当然开暖气啊 然后这还不打紧 上面要打一个生鸡蛋 丹麦是我那一次欧洲公差 在长达一个月的出差里头 最后一站 我已经都没办法了 那胃都受不了了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胃痛啊 就是在丹麦 那个要回来的前一天 晚上就都非常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晚餐也都吃得很晚 比如说公差嘛 一定是下午早上开会啊 拜访客户啊 一大把一大把 好那可能五点多 他就送你回酒店 让你洗澡换衣服喔 我们这边可没有这种礼貌嘛 对吧 让你洗澡换衣服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 希望你几点来接我 比如说你七点来接我 他七点来了 来人喔通常他不会再回去 他就在那个酒吧里头 喝咖啡喝酒等等你 喝餐前酒等你 然后等你时间到的时候 他就在电梯口接你 然后会把你接去哪里 不是直接就去吃饭啊 不是啊 先到外头的酒吧 先喝餐前酒 有可能喝到九点 然后就说 现在我们可以去吃饭了 对 九点又开始吃 一顿饭吃下来都十一点啦 十一点呢 好不容易完工啦 对吧 好然后就说 接下来还有那个饭后酒 再换一个酒吧 又搞到一点啦 这不是 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这样 是每一个国家都这样 每一天你都这样过日子啊 你的胃完全没有办法适应 完全没有办法 特别我是特别不喜欢粮食 我在英国那么久 我Ice Cream 我基本上我是不吃的 就是粮的东西我 就是我 你看我就是不怕冷 就是因为我 不爱吃粮食嘛 所以身体好的原因 就是说我的身体是非常温暖 所以他们每一次要请我吃Ice Cream 都说 Hot Hot Ice Cream Please 热的Ice Cream 热的Ice Cream 当然不会啊 哪有热的Ice Cream 就是消遣嘛 他们知道我是不吃的 所以这就是 就是不同的风俗习惯 搞到你存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子悲惨的日子 你到了英国去以后 也就适应了 也就觉得这样也挺好 7点上班 7点就上班了 你们有的人还在睡觉 我们已经开始上班了 所以都没有交通阻塞嘛 对吧 中午只有休息40分钟 但是有那个Tea Time 有Tea Time 所以你如果很饿 Tea Time的时间 会时就有饼干啊 甜点啊 任君选择都可以用 对 但是问题是4点就要走人下班了 对吧 所以每一个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好 所以你说你有一个小时 你还嫌不够 那40分钟你怎么过日子啊 对吧 所以就是要适应 就是要适应 对 好 好 好 然后你结果你没有讲你的重点吗 师傅还有各位师兄姐妙吉祥录音 第一次成语讲出我的心理的这个挣扎与突破 对 其实就是 这才是大家想听的吗 其实我 应该是 我觉得从几年前我就开始转发 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心里要有勇气 然后你会 这当然也会有人拒绝你 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转发 或是有人觉得你为什么要转发 就是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心理的这个突破 你要敢突破这一点这样子 那我想这个 这个心理的突破呢 对我而言是很一个学习 我想对很多人也是一个学习 因为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很care 别人 可是这样好像也没有讲出来 你们听了以后 你们觉得从他的发言里头有得到启发吗 有吗 没有 没有 不好意思 他只是在叙述而已 你没有讲出key point 你没有知己要害 我来讲好了 其实我答案都已经公告了嘛 不是有一次讲那个 我是在什么时候 就讲到阅读量是 是那个 将众生刻在手掌心的落印 也是你强化你的生命力的刻痕 就这两个重点 只有这个两个重点 能够支撑着你勇猛的值钱 其他的什么怕别人不要你了 那都不是重点 你这两点如果够强的话 你怎么会有不转发的任何道理 不会有啊 对吧 就像师父 男性何行嘛 对吧 我就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困难的 你看 现在钟仙丽他在重播以前的 然后以前的作品 然后我就看以前的作品 哇 1.2万 这个太 现在看起来是太可笑了 可是以前果真真的就是这样啊 后来绝宣的阅读量高达65万的时候 再回来看这个1.2万 他是工程啦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 不可能往上涨啦 后来为什么可以往上涨 就是1.2万的时候 师父那个年代在忙其他太多的事情 没时间管这一档子的事 后来到COVID-19来的时候 我就想这个一定要大量转发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通通都是陷在这个紧张焦虑 压力重重的恐惧当中 什么能够带给大家正能量的光明 就是我写的东西嘛 你一定要你看到你就产生正能量嘛 对吧 所以就从那一个 那个就叫契机 我就掌握好那个契机 那个时候所有的事运通通都打烊啊 为什么都不准往来嘛 所以也不能办法 或什么活动都不行 绝宣得天独厚 因为绝宣没有实体的道场 绝宣每一个运作 通通都是吻合时代的脚步 通通都是在云端 所以COVID-19来的时候绝宣完全不受影响 就这样子大刀挥舞出去 到最后那个阅读量高达65万 这个就是你是不是真正把众生 磕在你的手掌心 那我COVID-19来的时候我也可以说 那试院通通都打烊啦 都不干活啦 那我也可以休息一下 有一个法师传给我50条流行歌曲 说让我可以消遣一下 就是听一下嘛 消遣一下 对吧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 他传给我50条流行歌曲 我就传给他一封我的维言乐像 让他去帮我转发 赚功德 对吧 所以每一个人的 你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都是 未来你要倒下的重点啦 因为那个 那个不是 那个没有办法支撑着你 你走更长远的路 更宽广的路 不会 就这两个 我刚刚讲的这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是将众生磕在你手掌心的落印 你有多少阅读量 代表你爱众生有多少 这骗不了别人的嘛 对吧 第二个 那是你自己强大生命力的磕痕 你磕了有多深啊 对吧 你像师傅 在皮在背我都不睡觉 最近你们都在睡大头嘛 我解释过睡大头跟睡 睡回容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睡大头就是还没有打烊就先睡了嘛 对吧 凌柔不就是嘛 我说他太无耻了嘛 对吧 那个谁 台湾学生当然就是不在这个 这个就是要求之内 台湾学生不是 就是不会那么严苛的要求 学院就会那样严苛的要求 因为在放假嘛 假妈妈也不用去上学 对吧 那那个谁 讲如何我就跟他讲 我非常忙非常忙 他就过来帮忙 他亲眼看到我两天两夜都没有休息 都没有 连核眼都没有 他是证人 第三天他们就过关了啊 就不用了啊 对吧 就可以正常做休息了 为什么要这样训练 第一个让你知道 藏阿寒经不是讲吗 睡觉是贪婪的一种 对吧 当然我们正常的时候 我们也会鼓励正常休息 23点以前要休息嘛 对吧 但是也有非常时期嘛 你不能非常时期的时候 你也是那么软弱无能 那该怎么办呀 所以这就是训练 这个合理的训练叫训练 不合理的训练叫磨练 可以吗 决心用的就是文殊的吹打 那就是磨练 对 所以 几天几夜不睡觉 对我来说 这是太小的事啊 那为什么我能够做到几天几夜不睡觉 因为我在干活的时候我讲过嘛 那个开示我记得都有给台湾学生 就是说我在干活的时候 是肉体在干活 我的心是不动的 所以我完全不浪费任何的能量 你如果你的心跟着一直起伏 一下子 哇好嗨喔 哇现在已经突破65万了 你很嗨也是浪费能量啊 是不是 或者是你很低潮 就像你讲的 准备被人家封锁啊 那种很恐惧的 那都浪费能量啊 大量的浪费能量 你是不需要这样子做的 事物做事是完全不受这种新的束缚与影响的 就是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我该K你的时候我从来不手软 对吧 但是我该对你好的时候 不用你提醒我做的比你更好 就是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啊 而且你要长期都要这样子训练啊 你不是有一搭没一搭 那想到了做一下好勇猛坚勁喔 然后没想到的时候又睡大头睡回笼了 其实那意义都不大嘛 不是吗 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感恩您做了一个很好的那个示范 让我又有机会去去给决议宣的成员 看看台湾学生做出这么好的典范对吧 所以感恩您提供一个正面的教材 好因为没有新同学 所以赶快这个要跳过 好决定存在的方式 能量场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以前师傅讲课的时候都常常讲能量场 爱因斯坦说整个宇宙就是能量构成的 对吧 然后人体里头每一个细胞有多少电压啊 吴春兰 我点你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你请教过师傅啊 所以现在师傅倒过来考你 你该不会说我没有请教啊 吴那个吴五度 不是五度 那个是什么单位 吴福特 吴福特 0.5还是 你是哪一位 你不是拿这个修理真宗性吗 说真宗性每一次要发言以前都不是自我介绍 你自己几次都没自我介绍 对吧 冒雪吴春兰 是的答案 不是五福特啦 好啦我就故意让你下不了台 所以你看你们喔 你们的心有多不亲近 你提问像师傅提问的 你站在这里插队 人家都大排长龙在问世 你从来以老卖老 你都不排队的 你就站在这里突然就冒进来了 说师傅 每一个细胞有1.4伏特 我们有50兆细胞 所以我们人有70兆的电压 成正负的排列 我拿这个修理你 来让你知道说 你的心极度的不安定 因为你造恶太多嘛 对吧 你自己都看不到你的造恶啊 我现在正好逮到机会 让你知道你 你插队也是造恶嘛 对吧 你 很多人对你不满 人家也不愿意讲啊 对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询 一定要谨言顺行 好自为之 今天要讲 你看文书与AI的对话 一就是代表他后面还有N多个 都在讲文书与AI的对话 因为文书我们已经透彻的理解他了 AI我们在开课的前一段时间 我们也讲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 第一个他改变了我们存在的方式 那这边我讲到 有三个存在的 改变我们存在方式的 第一个是说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能量场 当我们讲过那个谁啊 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从兜率天要下降到 娑婆世界的时候 他一定要身体存在着 这个娑婆世界匹配的能量 他才有办法存在在这个空间 否则他就飞了起来 对吧 所以能量场 我们娑婆世界 每一个人细胞1.4伏特 这都讲过 这都讲过 都不晓得讲过N变了 1.4伏特 所以我们有70兆的细胞 50兆的细胞 所以我们有70兆的正负电压 所以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 怎么知道啊 我们去碰有电的东西我们会触电 很多人不爱到北京 因为北京太干燥了 按电梯很可怕了 一按冬天啊 冬天一按触电啊 所以师傅以前在英国 英国很潮湿没有这个困扰 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 我最讨厌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说到处都触电 开车门也触电 反正只要金属 后来你知道吗 师傅自己发明了一个方法 你碰到困境 你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嘛 对吧 就是怎么样 你要按电梯了 你把手在电梯旁边摩擦一下 摩擦不是生热了吗 按就不会了 所以方法绝对是人想出来了 你阅读量过不了关 一定有办法嘛 对吧 那你说师傅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方法传给土地 有啊 有传啊 你不愿意照做 你偷懒啊 对吧 那我也没办法呀 对吧 你就是要用头去 撞到头破血流 然后才有可能觉醒 对吧 方法你拿到太容易了 你不会觉醒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训练嘛 好 第一个是能量场 我们的存在 以我们的能量场来决定 我们要在三度空间 还是四度空间 还是五度空间 或者是到地狱道 第二个是我们的思维的高度 即便我现在在三度空间 我的思维拔高非常高 已经到六度空间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啊 那些圣人存在在三度空间的 比如说古时候的老子啊 或者是孔子啊 对吧 两千多年前的耶稣啊 这些圣人 还有我们的释迦摩尼佛啊 对吧 这些圣人 当他存在在三度空间的时候 他的思维有可能都不再是三度空间啊 他的思维走得非常的高 所以他才能够看到 怎么样可以来指导我们人类吗 如果他的思维跟我们一样高的话 那他能指导什么呀 是不可能的啊 我们会犯的错 他也在犯 那要怎么指导啊 他能够指导我们一定是他的思维 必然是比我们高很多嘛 所以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 就是思维的高度 也就是AI时代 再来就是心 心始终是重点 超越心的束缚就是重中之重 所以不思议定是特别重要 你练就了不思议定的话 这两个你都具足了 好 那我们的经典还是以文书专用的经典为主 好 这个片子你们看过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一次你看过的片子 师父出的考题都不一样 因为 2月27号那个时候的你们 跟现在10月的各位 思维当然是不一样啊 所以同一个片子 我用不同的考题考你 再来 这个片子中国大陆 我们中国大陆海峡两岸 同步在播放师父的教学视频 是始于7月5号 所以 这个片子 中国大陆的朋友都没看过 刚好 拿这一个片子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而且这个片子 跟上个礼拜的片子 是有关联的 这个片子 上个礼拜看什么啊 模拟与实际 对 这里切到了上个礼拜的一小块 是 这些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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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说 intelectual 我不是说 别人 谁知道 一量的信息 所有你们 我确实知道 很多 我没有认识 一个人的 这些片子 基于 多少 一人知道 多少 你知 没有 有更多 一样 我认识 有肯定 有肯定 无法理 要相对 不脅 无法理 人 一种特色 特色 这种特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tellectuals are a nomadic people constantly changing their conceptual location, constantly in search of a better conceptual space. Intellectuals are constantly working out. We have workout warriors of the body, those who pump iron to break down old muscles to allow newer and bigger and better muscles to grow. Intellectuals are workout warriors of the mind, regularly breaking down old ideas to allow new ideas, and bigger ideas, and better ideas to grow in their place. Are you an intellectual?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 極其重要的啟發 我不知道 因為每一個人感受是不一樣的 你也許無動於衷 或者是你也許有更多的省思 也說不定 每一個人不一樣 所以需要討論嘛 來1 2 3 Go 有嗎 來 陳昇昕有請 這是第二次演 可是我第一次好像都忘了 那我要說出我的答案 每次我都願意看到這個節目舉手 也就是我願意跟人家分享 不管我對錯 所以這個告訴你 知識分子的條件 成為一個知識人都不重要 有一個很明朗的你願意去幫助人家 為什麼人家不幫助我 因為你不幫助人家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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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去做 跟人家分享 成為 整個帶動 整個 整個一個世界 一個轉動 這是我的答案 我願意跟人家分享 這是我的答案 但是你的答案總是都有錯 譬如說 你講一個非常嚴重的錯 你說 為什麼人家不幫助我 因為我沒有幫助別人 你還是站在二元堆立 一個是智利 一個是利他 你是不需要這樣子 你這種想法 始終是 就是有條件的交換 對吧 你看師傅的利他 Oltrism 利他跟行善是兩回事 利他是完全不求回報的 我為大家樂捐 我有曾經要求說 你要回報給我多少嗎 沒有 我從來不幹這種事 從來不做這麼想的 但至於很多人 他非常的惡劣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 解脫他的愚痴 對吧 我會用他的名義來樂捐 他也不知道我為他樂捐 他完全不知道啊 對吧 這個就是利他 利他是什麼 利他是完全不奢求回報的 但是你的利 所以你一開始你就講 為什麼人家不幫助我 因為我不幫助別人 這一個定義就是錯的 這一個定義 注定你要苦一輩子 乃至於生生世世 因為你的知見是錯誤的 對吧 師傅在這邊不斷的視線 不斷的視線 一年要樂捐出去400萬 乃至於像COVID-19來的這2020年 這麼辛苦 失誤到現在也要樂捐出去200多萬 今天已經是10月8號了 對吧 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半月的時間 今年又要度過 又要圓滿了嗎 能樂捐多少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盡我最大的力量 就這個禮拜一 今天禮拜四了嘛 禮拜一提早來樂捐 因為事情太多了嘛 那錢都不夠嘛 然後我就跟蔣路華講說 因為蔣路華也很窮 你要知道 我就說你身上有9千塊嘛 我跟你借9千 因為就需要 如果我列的名單裡頭 通通都要趕在禮拜一樂捐出去 就要就是少9千塊 然後他就說 他就去找找找 然後就說有 好好好太好了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他幫我去開信箱 因為太忙了嘛 有一個人樂捐給師傅1萬塊 9千塊剛好還給他 師傅還有1千塊 所以你要擔憂什麼 你真的不用擔憂什麼啦 真的 你完全的都是以眾生為 為你那個 就是你要把眾生刻在手掌心嘛 對吧 這是最大的重點 你應該要感恩 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當著眾生在最苦的時候 我有辦法幫助他 而且我想盡辦法要幫助他 就跟你轉發其實是一樣的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眾生握在手掌心 你才有可能有成就 要不然的話 你永遠嘛 我也可以說 我不用跟蔣路華借錢 反正有多少樂捐多少 就好啦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 你永遠你就是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錢嘛 你講來講去 結果你這個也我也沒錢 那個我也沒錢 那結果講來講去 你都不用樂捐了 你的最大的理由就是 因為我也沒錢嘛 對吧 所以你必須要break through 你需要突破這一關嘛 跟你經營的那個閱讀量 其實意義是一樣的 你需要自我突破 這個沒有人能夠替代你的 我告訴你 你在課堂上拿到的 通通都是知識而已 知識永遠是落在邏輯思維 只有你誇出去自己做做看 你才有可能開發到直覺思維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不替我的徒弟去轉發 我不要 你就是得要自己試試看 你需要開發直覺思維啊 AI都已經來了 你現在還停留在 試試大小事 你都停留在邏輯思維 老實說那是危險的 不只是悲哀而已 那是危險的 尊重性你不是 你一回答你就 視線你的邏輯思維嗎 你說我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都不幫助我 因為我沒有幫助別人嗎 你的資歷跟利他 是變成了對立了 對吧 那就是標準的 柏輯思維嘛 所以我說為什麼上課那麼重要 你上課的時候 有師父幫你揪篇嗎 然後你沒來上課 你就拿著你心裡想的這一套 然後又到三樓幾樓去 胡亂的掰給那些 新來的啦 老人都知道你很爛的 你夠爛的 你美答必有錯 人家不會去聽你的 可是那些新來的 他就會覺得 哇你又懂得什麼邏輯思維 哇你又懂得什麼直覺思維 其實那通通都是Covie師父的 然後你用的時候 你又用不對嘛 對不對 這個是危險的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你每一次就是有答必有錯 美答必有錯 原因出在哪裡 原因出在你根本不願意送金嘛 對吧 那我也沒辦法 我沒辦法替你送啊 對吧 是 好 還有嗎 還有人要分享嗎 有嗎 這邊有嗎 好 往復中 加油 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成就自己的思維能力嘛 對吧 師父妙吉祥如意 還有各位學長姐妙吉祥如意 那我對於這一部影片 這個視頻 我有兩個感悟 好 那第一個就是看到這個影片 我想到就是 以前的 以前的知識連結的 有一個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們人可能有一種 兩種能力 兩種力量叫power 一種叫做position power 一種叫做personal power 那我覺得他講的內容 就讓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很多 所謂的知識分子 的 在影片裡面所講的那些 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 當然 那種都是 包括您嘛 對 包括您嘛 他有特別指出來 是 擁有博士學位 是 都是position power 而已 而不是personal power 那position power 就是一個 可能隨時都會被 就是消失掉 然後就是隨著因緣改變 而變化的東西 那真正能夠持續存在的是 個人的力量 就是personal power 那我在另外一個感悟就是說 那這個力量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力量 那我的想到就是 師父上個禮拜有講到 木建連尊者 是 那他在失去大神通的 失去神通力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 心已經開始沒有 想贏了 想贏 立意熏行 是是是 就是那個立他的精神 已經變不見了 變成打鬥的 想贏的 是就變響音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感悟對我 我看的這個影片對我的感悟就是說 這個力量可能最終最堅實的力量 來自於說就是立他的精神 那這個立他的精神 那當然我們為什麼能夠 利用這個力量改變所有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改變的過程中 其實也讓自己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健行過程 然後去學習怎麼樣 不是學習 就是讓自己聽過健行去改 來重塑自己的大腦回路 然後讓自己能夠去走到更正 就是更接近實際的一個過程這樣 這是我目前的感悟以上 你的personal power怎麼界定啊 我應該是說 我原本想到的層面就是可能比較像現象界的 就是說我們可能就是有一些能力 比如說溝通的能力 然後你能夠協調 然後你能夠面對困難處理的能力 那這個跟你有沒有知識 有沒有學位有沒有 有沒有title其實是無關的 但是這個就是變成說可能 我的領悟還是學的 以前的領悟這種領悟 覺得好像還是存在在現象界的層次 對那 上完課以後呢 上完師傅的課以後 上完課以後 我 我不敢講說真的有進步啦 那只能說 蛤 不敢有進步 那失誤下一個禮拜不來了 哈哈 那我就是追過了 應該是說 應該不能說是不敢講有進步 而是說我的想法可能 不能說有 我不敢自己覺得說自己的想法 有沒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我只能試著去努力想 努力做 就像師傅講的 不管對錯你要勇敢去做 那我的想法是說 這個 這個所謂的溝通也好 所謂的跟人家協調解決困難 或者面對困境 然後我們可以 那其實還是有一個 動機在那裡 那 那師傅講的最重要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在這幾堂歌就是 這個至高點就在不思議定 所以我們最終是要 把這些東西 就是還是要把它視為 其實就是一些方法 是一些過程 然後我們的心怎麼樣 能夠 能夠 能夠就是 不用再 再圍繞在這個 所謂的啊 用這個方法 哪個方法這樣子 然後最終就是 讓這個心都能夠拋棄 有點講的 還是滴滴啦啦 對 對不起 感謝師傅給我這個機會 我可以幫您統整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但是你沒有直擊要害 對 你沒有直擊要害 你可以講說 好 我的personal power 就是我個人的能力 以前我沒有上課以前 我譬如說 我可以這個溝通協調啊 這是我個人的能力啊 不管我有沒有博士學位啊 對 好 上完課以後 我發現 我開發了N多的能力 而且這些N多的能力 讓我清楚的看到了 即便我過去 以你為豪的溝通協調的能力 現在回望以前的溝通協調能力 太狹隘了 為什麼呢 他被二元對立給速限了嘛 對吧 我上了課以後 我知道 即便我要溝通協調 我也要超越二元對立 而不是說 你贏他贏 不是 是 也不是說 兩個人折衷起來 找出一條活路 不是這樣 師父已經講過了嘛 要傾聽嘛 傾聽就是在為對方 為述說者 注入強大的正能量 你雖然沒有高能量 但是你有強大的正能量啊 對吧 你注入強大的正能量 幫助他活起來 有負能量的漩渦裡頭 翻轉過來變成正能量 這樣 這個都是你上課應該要學到的嘛 而且師父講過N多遍了嘛 這不也是personal power嗎 對吧 但是你沒有 你沒有運用到師父傳授給你的 任何一丁點兒 你還是停留在 以前的personal power裡頭 好 這邊還有嗎 好 要加油 師父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 剛才從這個短片裡面 我所直接的感觸是 他教導我們說 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外在的 他的知識 他是一個博士 他有多念了多少的東西 他說知識分子應該是有那個心胸 可以接受別人不同的看法 他可以去接受 他的相容性是很大 可以交流 可以跟別的不同的聲音可以交流 而且他講這個知識分子 我剛才講想兩點我忘記一點 這是一點 你果真是真容性的徒弟 那一點很重要怎麼忘了 知識分子 他自行 他又自行自我批判 而不是去批判別人 不是拿自己的所學的知識去批判別人 而是他要不斷的批判自己 然後一直就是自我挑戰 自我 是應該向內自行 自己對自己的批評去挑戰 所以你都在重複劇情 你沒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的不算 好 你是失敗的 還有嗎 還有嗎 集會軍要不要來 林柔來 林柔來講一下 對 一定要注意不要再重複劇情了 師傅 學長們妙其想如意 我是林柔 試著回答 好 看這個影片的感悟 我認為說 他可能是告訴我們說 學士淵博雖然很重要 但是內涵更重要 要問我們自己的能力能夠做多少事 幫助多少人 那如果能力不夠的話 起步就什麼人都不用要幫了嗎 師傅一毛錢也沒有 所以師傅理所當然不用樂捐了 是這樣嗎 就像現在 之前還沒上師傅的課之前 我們什麼時候都不會做 但至少從夜讀量的開始訓練當中 我們可以體悟到說 至少我們從中 體悟可以幫助很多人 你就要舉這個例子 對 那個夜讀量當中 我們知道說 像神明醫學長講的時候很困難 但是困難中我們可以體悟到說 我們這個能力突破的困難中 幫助很多人的時候 自己感受到很快樂 OK 好 好 所以為什麼你們會覺得說 這個很困難 因為你始終停留在量上面 你沒有享受那整個過程 你始終還是看今天閱讀量多少 你還是停留在那個量上 師傅不是這樣做的 師傅當然為了要訓練徒弟 所以量是一個指標而已 但是過程是重要的 我看我的徒弟有沒有成長 是看過程 而不是說你轉發有多少 那個是一個舉證 否則的話怎麼知道你 你是不是在打混還是睡大頭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疲憊 為什麼會覺得困難 因為你始終停留在量上面 你沒有享受這個過程 就像師傅來上課來教學好了 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講 哇 每一個禮拜要講兩三個小時 那備課要幾天啊 對 有教過課的人他就會知道 這個是不容易的啊 你坐在樓那個 那個不是樓下 你坐在殘電 殘坐墊上很舒服啊對吧 師傅要站著 還要不斷的釋出新的東西 這是不容易的 好 集會君要分享嗎 好 來自高雄的集會君大菩薩 有了 師傅各位同學 廟吉祥如意 我其實有文字障 我一直覺得這個 知識分子VS條件 我覺得應該是用聖人或是用菩薩的條件來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這是 那沒關係啊 你要講聖人菩薩也可以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聖人呢 他也一定要有一定的知識的含淨量嘛 是 對吧 他還是有他的條件 即便他沒有透過讀書啊什麼 是 對吧 但是他還是有啊 他有一定的成佛的條件嘛 所以這個主題是沒有錯的 是 對 那我 這個影片給我的感覺就是 不管你今天 你看到任何的 就是 你應該要幫助眾生 或是要幫 就是 你在 在你做任何 輕微舉止 是 我覺得都應該是一個很 很柔軟 然後一個很 很 心量很大的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有跟妹妹討論過全習慣 那時候我就講的 我就覺得他講的就是 其實你看到別人的優點 或是看到別人的缺點 其實那都是你自己的 那都是你自己 所以 如果你很柔軟的去接受這個世界 你會覺得他很幸福 也很圓滿 你可以從這個 別人的這個 你看不順眼的這個過程中 了解到自己有這麼多的不圓滿 那看到別人圓滿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棒喔 原來自己也有這麼 這麼美好的一面 我會覺得說 每天 我現在會覺得 我聽師父的法 然後到現在 不好意思 我要稍微 荣耀一點 就是 我其實 持續一百五十幾遍的 送燦跟送金 哇 太了不起了 掌聲鼓勵 哇 太了不起了 我覺得自己 自己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像人家說 今年是庚子年 其實是很災難的一年 對 對我來講是很大的進步 我不管是在 我的耐力 或是我的 心性的成長 心性上 其實是 變得很柔軟 然後變得 心量很大 然後覺得很包容 甚至有時候 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 這個世界 很感恩 很美好 是 你會覺得 沒有什麼新子年 你就是覺得很感恩 正能量很充沛 你活在這個當下 是 是 特別好 特別好 謝謝 非常感恩 好 那師父趕快來 進入師父的 那個 就是十五的看法 抱歉 場景是2017年8月22號 Kendy博士 Ibram Kendy 他在佛羅里達大學 對開學典禮的演講 Mate上個禮拜了是畢業典禮的演講 好 那這個Kendy 他是一個非裔美國人 他是非洲人 美國的作家 歷史學家 同時也是國關的教授 教授 國際關係 教國際關係的教授 美國大學 他是 他在美國大學 美國大學是在華府 Washington DC 在華府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叫做 反種族主義研究 以及政策中心 他是創始的主任 創始主任 跟一般的後續的主任 意義是不一樣的 你要當一個創始人 你必然有很大的生命力 就像師父是福恩大學 那個古琴社的創始的社長 這個不容易啊 一桌一椅 學校什麼都不提供的呀 一桌一椅 然後一個 當然也不可能有股情啊 對吧 那同學 都是學生而已 一部股情要五六萬塊錢啊 學生怎麼買得起啊 跟買不起啊 對吧 像這種你都得要去解決啊 因為你就是創始人嘛 對吧 一桌一椅怎麼來 你至於要想辦法啊 你沒錢 學校也不可能撥一個預算給你嗎 不可能 古琴這麼貴 你該怎麼辦啊 所以師父 一桌一椅是撿人家不要的 就是 就什麼都沒有嘛 然後我有一天在食堂吃飯 後面有兩個人在談話 他就說欸 那些桌子椅子趕快 你看看要丟到哪裡去啦 這新的要來了 那要清空 然後 那有一個比較老的 對話中的一個比較老的 他就說 我也不知道要丟到哪裡去 我馬上轉過頭說給我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你心向的眾生 菩薩都在幫你的忙 剛好你就坐在他們前面 他在後頭講話你都聽 完全聽得到 接下來就是搬啊 搬啊 五六十張的桌子椅子 你怎麼處理啊 你怎麼從宿舍 原來他們兩個是社間 從宿舍搬到那個古琴 是我們練功的地方 我不是講說我們 那個符文大學是真的要求很嚴 就是我們上道教的課 就是太極啊八段錦 通通都要 而且要考試嘛 所以有一個空的教室 就是來給我們練功的 然後我們的古琴教室 也要在那邊 所以那個下課的時候 就是古琴的桌子椅子 通通都要對疊這樣子 疊起來靠牆 那所以從宿舍 要怎麼把他搬到那去啊 五六十個啊 那後來我也想到 誰會有車啊 最好就是來一個大卡車嘛 對吧 然後走啊走啊就看到那個福利社 福利社他不是要運貨嗎 對吧 我就衝進去福利社問老闆說 老闆我 你看嘛 我的方法跟你們都不一樣 你們一定說老闆拜託你一下 你有沒有空啊 你有沒有車啊 給我們載這個啊 對吧 師傅不是這樣子 師傅進去就跟老闆講說 老闆有一個大功德你要不要賺 他聽了眼睛就發亮了 他說當然要 我說你說的齁 然後就是有這麼這麼一堆的桌子椅子 我說你有車嗎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沒有車 他說有喔有一部車 我說多大 他說欸 他說你要搬多少桌子椅子 我說五六十張 他說唉那小事啦 我說萬一下雨怎麼辦 他說我那個有車棚的耶 車棚還可以卸下來帆布的車棚 哇那這太完美了對吧 他就負責 然後我就通知我們的那個 古琴社的成員在那個 那一棟樓下接引 接了然後抱上去抱上去 發現太高了 因為那是客桌椅嘛 太高 古琴不是要低一點你才能夠彈嗎 然後就發動男生去買鋸子 把它鋸掉 鋸到剛好我們要的 哇你看太完美了 太完美 那些桌子椅子到現在還在用啊 欸十年了啊對吧 所以這些困難 你一定想辦法 要用智慧嘛 你不能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就說你要當一個創始人 不容易 那古琴怎麼辦啊 沒有古琴 學生考試不會過關的 一個的一學期很快就到了 四個月一下就過了又要考試了 所以十五就去那個古琴店 總不能握著臉皮 又說老闆你可不可以 捐給我們一個古琴啊對吧 他一定不要的嘛對吧 因為我也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我 我又想了一招了 我就說老闆你一定很會彈古琴對不對 因為你開古琴店而且那麼大件 他就說對啊我會啊我很會啊 我說你有沒有理論基礎 他說有 我說那太好了 我給你一個功德賺 然後他就說要幹嘛 我就說要幹嘛 我說你可不可以來我們 那個輔仁大學的古琴社 來給我們演講啊 他說哇那太好了 然後我就說 問題是我們都沒有古琴欸 該找辦法 然後他就說你需要古琴嗎 我說我需要舊的也沒關係 但是當然有新的最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舊的 你不方便沒關係 你就你沒有新的沒關係 你就給我舊的 或者是一新一舊 那也就更好了嘛對不對 哇就這樣我又募了兩個古琴來 給學生彈 你看多好啊 要用腦筋 真的一定要用智慧 一定要用智慧 而且他來給我們做講座的時候 哎我們那個佈置的 哎真的太感人了 我沒有常坐店嘛 然後你要坐在椅子上又沒有氣氛嗎 你知道我跑去哪裡借常坐店 去那個慈濟慈濟基金會 因為我們海明市的那個店子是榻榻米的 我那搬起來可重了對吧 然後又跑去慈濟基金會 問他說可不可以他們是這種可不可以借給我 他說你要多少個 我說我需要60個他說好 我說至少啦 因為我們也允許外頭的人來聽嘛 然後他就說好 那他說那你怎麼來報啊 我說你有車可以提供給我搬過來嗎 他就說我可以聯絡一下 你看他又借給我這個 然後又幫我安排好 送到福人大學 你看通通都是智慧在做事 真的是智慧在做事 我不騙你的 真的在師傅身上 視線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 好 要趕快講 要不然我又 我又來不及了 對真的很多 譬如說我們古琴社每一年都會有那個晚會嘛 除了讓學生上台有表演的機會 還有其他的表演活動啊 那社長就要帶頭嘛對吧 然後有一次我就說要表演什麼 每一個人都古琴那不是太枯燥了嗎 一定要有一個來一個什麼 然後我就想到宗教對話 那就是師傅教神父 黑人神父 白人修女 然後師傅 總共有六個人 那個 用飲慶 打飲慶 打就是一個 一個team 然後唱爐香斬 然後有人飲慶有人打鼓啊 然後那個什麼 柯子 柯子就是這個 這個叫柯子 對 俗話叫腦拔 對吧 但是佛教叫柯子 一個金一個合 然後各個 各個都有 然後 還要帶他們唱 他們都要會唱 然後那個神父 最好笑了 神父 因為每天中午我們都要練嘛 然後神父就 然後就來跟我講說 我們主教跟我講說 我勸你還是改宗好了 改宗就改變宗教 去當佛教法師好了 我說 那不就太讚了嗎 對不對 然後他說 我說 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去就不能練 他說沒有 我叫他來跟我一起練 他才知道佛教的這個唱誦多好聽 所以你看那個強大的力量 真的是太感人了 神父也好 修女白人的修女 因為輔大他是開放的嘛 國際性的嘛 對 所以 現在這個神父 包神父就是到羅馬去了 到羅馬去了 到羅馬去了 對 是 好 所以 你可以 喔 所以我要講啦 我為什麼講到 想到這個 我要講那個 鼓啊 這個柯子啊 隱慶啊 這個啊 我一樣也沒有 然後我身上沒錢啊 買 我根本買不起 我又要想說哪裡可以 可以來借了嘛 對吧 這個 又去找慈濟借 這太不像話了嘛 這個出家法師什麼都沒有 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走走走走 走到樓下不是黃老闆那裡嗎 對吧 樓下不是有一個賣佛具的嗎 我就進去跟黃老闆講 我有什麼需求 然後 我不敢請他供養我啦 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借給我 反正我 我就是訓練的時候需要 我只需要一個月 因為還要訓練嘛 還要表演演出嘛 對吧 然後 黃老闆他真的人很好 他就借給我 借給我了 然後我就表演表演 那通通圓滿了以後 送回來要還給黃老闆 黃老闆說你不用還給我 這個整套你既然有需要 我整套都供養師父 我們趕快給黃老闆掌聲鼓勵 這個 這個 這是我們的嗎 還是這裡的 不是這裡的 師父的那個鼓啊什麼 就黃老闆送的 都通通都保留著 因為這是他的愛心嘛 所以你在師父的身上看到 強大的生命力 你幾乎沒有一件事情 能夠難倒師父 反正一定都有困難嘛 然後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就要想 我有幾個方法 然後用哪一個方法是最合適 就是這樣子 好這一招你們一定要學 在這邊不是只有聽理論而已 你一定要看到師父怎麼 怎麼 創造璀璨與睿智嘛 對吧 好再來 佛羅里達就是說 他是一個創始的主任 特別不容易 佛羅里達大學 這個是現場 演講的現場 也是他所在的 他在Washington DC 就是有一段時間在那邊當主任 然後他是非一美國人 這個整個劇情 他的整個 他的演講15分鐘 就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 怎樣才算是知識分子 他一直問 Are you an intellectual? 你是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啊 重複了好幾次 你不需要擁有博士 這是結果啦 你不需要擁有博士學位 但是你也可以加入知識分子的那個學服 那這個就顛覆傳統啦 傳統都認為說一定要有博士學位 乃至於博士後 對吧 但是他不這樣認為 他自己是一個教授了 他都不這樣認為 所以 所以他有講 什麼不是知識分子 博士學位不等於知識分子 教授不等於知識分子 學術研究者不等於知識分子 這應該是不等於知識分子 而不是不是 就是博士學位不等於知識分子 好 學士淵博不等於知識分子 那什麼才是知識分子啊 他有五大點 你們都沒有回應到啊 你們的那個回答裡頭沒有回應到 第一個要有求職域 就是渴求對創意 對新時代的脈動啊 各方面 你有求職的那個 渴求嘛 對吧 包容性 包容不同的背景 觀點 國家 種族等等 這都是他的原話 開放的態度 建立全球觀 還有吻合時代的節奏 自我批判 self reflection 還有critic 自我的反省跟自我批判 自我審視自己的概念跟定位 還有大無畏心 要勇於顛覆傳統 皆是真相 紅字我講過 通通都是你的 你要回應的重點 但是你們的回應裡頭 沒有切到任何一點嘛 對吧 紅字同時也代表 你應該要能夠舉出來佛教怎麼講他嘛 佛教講求治癒是什麼 講 勇猛精進是大無畏心 勇猛精進 求治癒 深入精湛知慧如海 求治癒 對 好 包容性呢 願親平等超越二元對立 你要做到願親平等超越二元對立 你才叫做包容性 對就是王副總講的 就是我的personal power 我可以溝通協調 我還是得要 如果從佛教的角度 我還是得要做到溝通的兩方面 不起任何煩惱嘛對吧 開放的態度呢 開放的態度呢 應該是說包容性是超越二元對立 開放的態度是願親平等 開放給就是跟我們善緣或者是違緣的嘛 對吧 自我批判呢 發露懺悔 大無畏心就是勇猛精進心 對 好 然後師父做了自我的審視 什麼不是 他說 什麼不是知識分子 什麼是知識分子 師父 博士學位 我沒有博士學位 我只是博士候選人 教授 我也不是教授 我只是一個傳道者 學術研究者 他說 學術研究者也不是知識分子 抱歉 我也不是只做學術研究 我是 學術信仰跟践行的三合一的行者 學士淵博 我所有的學術背景 全然拿來立他 什麼是知識分子 要具有求知欲 對 我永遠走在時代的最前沿 開課 不管是開課也好 寫作也好 通通一定是走在時代的前沿 即便我講那個很傳統的課 譬如說要是經 譬如說拜要是餐 這都是很傳統的課 但是師父還是注入 時代前沿的概念在講課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永遠都是走在時代的前沿 領導學術研也是一樣 一定是訓練學術研的所有的成員 一定要有就是跟上時代前沿的能力 沒有的話就前兩 昨天不是兩個開除了嗎 對吧 跟不上你也不學 給你方法你也不用 那只好開除掉對吧 好 具有包容性 我可以包容基督徒的弟子 弟子是誰 宗憲利 天主教徒 學生 那個尊重性 還有我有穆斯林的好朋友 穆斯林就是回教徒 時時把眾生刻在手掌心 為苦難眾生每一年至少樂捐400萬 那個是COVID-19還沒來以前 為亡靈做妻 亡靈幾乎我都不認識 包括周國霞大菩薩 他的愛人理智度 當初為他做七七佛事的時候 我根本也不知道會引來 周國霞大菩薩 周國霞大菩薩真的太了不起了 81歲了自己搞懂那個抖音 結果你抖音搞懂了嗎 還沒搞懂喔 你被抖音就這樣問 真的 師傅有開始有自己做妻子嗎 不是我們不是有傳嗎 有傳給你們 這個抖音怎麼 找不到 密碼是自己設的啊 但是就像你打你的那個手機 他會用確定的認證嗎 對對對 那個OK的 是 他是更low啦 就是說他根本不知道說密碼從哪裡 密碼要從哪裡來 你就說好你給我一個密碼 他會傳到短信 傳到短信裡頭你就看到那個密碼 然後你就填進去 這樣可以嗎 對 所以你們全倒嘛 那我也問劉曉玲 劉曉玲有嗎 劉曉玲有嗎 結果他不會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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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low 為什麼 到底困難在哪兒 我不知道耶 問劉曉玲 應該是找王獸獸嘛 他們三個那個 但是林柔你也沒有搞成功嘛 會怎麼樣啊 應該不會吧 TikTok是全球最大的短視頻 平台 維言聳聽了 維言聳聽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平台都有盜取的缺口 你根本都不用擔心 不用想哪一個平台是安全的 反正你沒有上傳你就不用講了 你就是失敗者了嘛 對吧 沒有啦 我上去看台灣學生全軍覆沒 都不行 黃敏軒呢 你沒有 你連玩都沒玩 嗯 太太枉費你是網絡聖職 這樣子的聖職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要垂打 就是垂打這種人嘛 對吧 就是懈怠的嘛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他這種心態就是 沒有大無畏行 就是還沒做先害怕嘛 對吧 敵人還沒來先跑了嘛 對吧 這不行了 就是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 對 什麼是知識分子 那來 穆斯林 好這個 自我批判 對啊 我經常做全球性的大懺悔 你們也不敢懺悔啊 對吧 似乎不是懺悔 那個我的學妹她癌症 然後我沒有幫她忙 後來我不是就是Diane 留在中國大陸陪伴她一年嘛 就是群球在轉發的 還有調整定位 我講說不是有一個出家法師 那就是對 放了一個陰條 對就剛好追尾追在我後面 後來鍾先利跟我講說 那一個有做成回言月響轉發了 2016年 2016年 你看師傅從來都不 就是不畏懼說 哎呀 怕別人笑啊什麼 No 這就很好的教材嘛 你應該要學嘛 對吧 所以你們的心態都是負面的啦 怕麻煩啦 哎呀怕搞不懂啦 哎呀怕被盜取啦 你怕被TikTok怕被抖音盜取 結果你就被其他的品牌盜取 為什麼 他是會不會盜取 是跟著你的阿賴約史來的嘛 又不是這個平台的問題對吧 所以你的支箭始終是錯誤的 大吳衛星勇於顛覆傳統 把道場建立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揭示真相 你看師傅始終都沒有實體道場 結果COVID-19來襲的時候 就師傅的道場最夯就是在遠端 其他有實體道場的 都要配合政令關閉 不准有心中進來對吧 然後2020年1月23號 就是湖北和武漢第一個案例爆發那天 師傅就開始一直寫跟戰役相關的 那個比根就是發布文章 從來都沒有聽過 對好 請講 這個順序是演講人的順序 這是演講人的順序 他演講的時候就是先問大眾 什麼不是知識分子 什麼才是知識分子 對我是順著他的順序而來做的 所以我是說 如果什麼是知識分子 下面什麼都不是而能夠超越 那要變成說兩個東西是可以互換嗎 那這個跟前後有什麼關係啊 完全沒有關係啊 兩個是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就是不就是不就是嘛 都可以見到嗎 跟順序無關嘛 我的順序是配合著他主講人 他的他出來的順序就是先問大家 什麼不是知識分子 他說 他說你做研究工作不是知識分子 你是博士學位不是知識分子 你是就是你是教授也不是知識分子 他說要怎麼樣才能夠成為一個知識分子 這個是配合他的順序出來的 對吧 源於20現在我要講 對 第四個 源於20209月24號就三個禮拜 就是休假前那一個禮拜的視頻 模擬與實際 主講人Mate Mate Darman 他說他的夥伴Ben Affleck 他是一個大的那個哲學家 而且引用他說的 用我的好點子有多好來評價我 別用我的爛點子來有多爛來評價我 然後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請你尊重主講人的原始觀點 因為如果你有回去聽那個教學視頻 就是9月24號 你必然要聽到主講人他是稱這個 Ben Affleckx The Big Philosopher 就是大的哲學家 所以你不能說他的觀點是錯的 雖然學生哄堂大笑對吧 但是你看他這個觀念 就是完全超越二元對立 你用我的好的點子來評價我 別用了不好的點子來評價我 其實他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這是吻合哲學的思維 什麼是哲學 什麼是哲學 哲學英文是Philosophy Philosophy是什麼意思 愛智慧叫做哲學 愛智慧 所以你每一個哲學 你每一個博士都是必須是PhD 比如說PhD Literature文學博士 PhD就是哲學就是Philosophy 就是愛智慧 換句話說就是什麼 你所有的學科 一定要回歸到哲學來會同 所以才說哲學是科學之母 所以我們要學會 我們要學會 每一次都要尊重主講人 他的原始的觀點 你看師父非常尊重他 說他是一個大的哲學家 你看Mate他是稱Ben Affleckx 他是一個大哲學家 只有他心中的一把尺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有Mate他自己有一個 他心中的一把尺 所以呢 讀者就是不應該以獲得學位與否 來做評鑑 就馬素文大菩薩 上個禮拜有來的那個新人 他有特別講到說Ben Affleckx 他是一個跟那個誰啊 跟那個Mate一樣沒有畢業的 哈佛沒有畢業貶低 一副貶低的意味 我就說對 然後就說 而且他也不是哲學家 他只是一個導演而已 我也說對 我那個時候我心裡就想我這學期 我這個禮拜我要播這個片子了 因為他沒有來那是他自己的損失嗎 但是所有的讀者都應該要知道 你能不能論斷這一個人是不是哲學家 不是用博士學位來論斷的 我記得我有一次看到范舉正教授 我就是那個誰啊 台大的哲學系的主任 現在是不是還是他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分享 2012年的夏天 大概四月份吧 師傅在中國 就是在北京大學有一個 就是海峽兩岸的博士生的論壇 博士生就是邀請博士 博士生 在學的博士生 通常博士生論壇很少人願意舉辦 因為很麻煩嘛 對吧 然後我邀請了台大 所以那個時候的主任范舉正教授 我去拜訪他 我請他派幾個學生 還要寫論文啊 然後提交給我們審核 可以的話請他來參加 他台大政大法谷山 法谷山也有 也是在受邀請的直列 就范舉正教授那個年代他是主任 然後我後來我看到他在大愛台裡頭 有一個很簡短的訪談 他也講到說就是這個 什麼是這個知識分子啊 什麼不是啊 就非常類似這個 然後他自己也講他是哲學家嘛 對吧 是 他當然是無庸置疑 是絕對夠格的哲學家 因為他學術的那個背景也好 能力也好 都是一流的 而且有管理能力 他當到系主任嘛 所以他是哲學家 他自己就講我就是哲學家 對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嘛 對吧 好 所以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學會你的原文是怎麼呈現的 我當然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種雙音就是雙語的視頻啦 師父是習慣聽英文 然後就是然後看他的中文翻的對不對 我是習慣這樣子做的 所以 所以我很容易就逮到說他的原文就是他講的是big philosopher 好我要講的是根據Candy就是今天的這個片子 Candy教授的觀點 你不需要擁有博士學位 你也可以加入知識分子的學服 我要舉這個無比重要的重量級的學者 陳寅客這個是客 客手指手啊 客手什麼學規啊等客 陳寅客先生他與前幕陳環還有呂思緬 變成現代四大史學家 這麼大的title帽子 陳寅客先生他學慣中外古今 他會好多國的語言包括梵文 藏文 這些古的希臘的語言他都會啊 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他去拜訪了德國的一個號稱為宗教學之父 宗教學之父 Max Max Müller Max Müller 這一個人 向他請教非常多宗教學方面的思維 還有跟著他做研究工作Max Müller 特別重要的一個宗教學家 號稱為宗教學之父 好 然後他也是清華大學的鼎鼎大名的教授 國學的教授 但他一生未曾擁有一張文憑 他連一張文憑都沒有過 所以你要怎麼界定他是不是知識分子 你不能用一張很單薄的博士的畢業證書 博士學位就說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不是啊 Candy就已經講了你不需要擁有博士學位 你也可以加入知識分子的學府 這是你的真材實料才是重要 你要擁有五大五個面向拿五大 你不要看你的小超啦 一聽就知道你看你的小超 對 好 所以一定要就是要有正確的那個知見 就是你一定要有正確的知見 你看一件事情你要非常的正確 而不是水波足流 你看師父從來不學水波足流 我有沒有博士學位關我什麼事啊對吧 我回來台灣講學第一年 不管在台灣也好 那一年我也常常來來回回中國大陸 不管在哪裡 我上台第一句話 先澄清我不是博士 我只是博士的候選人 為什麼我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我相信張建兵那個時候 他聽我的課 我每堂課都講欸 我講了一年 你該不會第二年還要叫我講 同樣的事情吧 夠了吧 對吧 是呢 你看我完全不在乎啊 我有沒有學士博士學位 要幹嘛呀 對吧 你真的肚子裡頭有東西 這才是重點 文書與AI的高端會通 欸 我好像是搞錯了 對 對 這個我也保留了 就是說 文書與AI的匯通是思維的匯通 因為這三塊 文書法叫AI 人工智慧跟腦科學 他們兩個要匯通在哪裡匯通 就是思維 但是思維我們看不到嘛 但是我們可以從腦科學的運作裡頭 可以知道就是腦破也好 或者是腦的神經元的連結 改變了 當我們思維改變的時候 它怎麼做出來相應的改變 所以腦科學會來介入 從這裡才是我這堂課要講的 人工智慧與AI智慧的對話 從這個禮拜開始一直到 到學期結束都在講 文書跟AI的對話 什麼是 我們三個禮拜也定義了AI 但是我這裡又在定義 是更進階的定義了 AI是把智慧再現再呈現 AI就是把生物包括人類還有動物 你看到知識領域 它對非情眾生沒概念的 所以他們還是停留在人類跟動物 也就是友情眾生 它的自然智慧 自然界的智慧 Mother nature 自然的智慧 宇宙萬象的就叫做自然界的智慧 實現在電腦上 是用電腦來呈現 注意到是用電腦來呈現 所以這有很大的limit 就是有很大的限制 就是生物已經存在上百億年 對吧 我們以前的課就講過 就是146億年前 宇宙大爆炸開始有地球 然後136億年前發現第一個細菌 細菌是有情眾生對吧 所以也就是說上百億年 生物已經存在了 歷經的演化Evolution 然後我們要再現 要在電腦上來呈現 這麼龐大的數據量太不容易了 這個再現就是在電腦上來呈現 這是跟著它 所謂的限制就是說在電腦上面呈現的限制 機器與身體還有電腦與大腦 原理與結構都不一樣 怎麼呈現呢 這也是限制第二 因此將自然的智慧 所謂自然一定是宇宙萬象的 包括有情眾生物 非情眾生整個法 佛教就稱為法 的智慧直接要呈現在人工智慧上面 目前是做不到 所以它受限嘛 對吧 它有一定的限制 就像我們寫論文也是一樣 我們論文寫到最後面的時候 一定要反思 我這篇論文能夠給予人類什麼樣子的幫助 這個很重要 我給出什麼樣子的幫助 然後我受到的限制在哪裡 譬如說我的marketing survey 我的市場調查 我沒辦法做那麼多 我現在只做了500個 我沒有辦法做那麼多的 原因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受限於就是我要討論的那個範疇 在目前的科學領域裡頭沒有先例 所以我沒有辦法站在別人的那個成就上面往上走 例如這樣子 我是隨便舉例子 都一定會有限制 智慧 特定問題而言 所以人工智慧 AI的智慧 是指著特定的問題 它不是廣泛的能夠把自然的智慧呈現出來 不是 它有受限 因為受限寫在這裡 藉由操作的符號可以思考人工智慧解決特定的問題 看到沒 它是用符號來操作 來解決一定限度內的問題 然後即便結集了小智慧 譬如說解決數鈔票的問題 或者是解決醫師判讀的問題 好吧 數鈔票的這個智慧 加上解決醫師技術的這個智慧 通通的小智慧通通都結集起來 還是沒有辦法成就整體的智慧 因為小智慧基本上都是用符號來操作 好 再來 人工智慧的先驅就是美國的科學家 就是Marvin Minsky 他專長於認知科學 請你注意到認知科學 認知科學必然就跟大腦有關係了 腦科學 Brain science就是跟 recognition 跟認知特別的有關係 專長於認知科學以及人工智慧 他曾經獲得圖靈獎 你記不記得圖靈是什麼 圖靈是什麼 英國的電腦學家 1956年 師傅第一堂課就先介紹他 Turning 有沒有 你有印象嗎 圖靈對吧 他就是發現了那個可以記載的 可以承載記載記憶的那個圖靈基 好 所以這一個人就是更後面的Minsky 他這個人已經已故了 他在2016年4年前剛剛遲世 他同時也獲得的都是大獎 富蘭克林大獎 所以結論是什麼 他做出來 這是結論是他做出來的結論 Minsky做出來的結論 目前的人工智慧 還沒有完全開發到成熟的地步 等一下 大腦真實的面貌 我們現在不是要講 這裡不是要講腦科學 只是說從AI的角度來看大腦 大腦跟智慧 人類的大腦 他的中心跟身體是緊密連結的 當然啦 人腦跟中心是緊密連結 我講到那個 陳建斌 結果你的夫人有去看腦震盪嗎 我有寫信給你 你有回嗎 你沒回喔 你連看都沒看 天啊 好 人類的大腦 他的中心與人體的緊密連結 腦正中央是控制著身體的智慧 腦中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出生的嬰兒 這裡是軟的有沒有 而且塌陷的 對 而且你看喔 他當他這裡還軟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很多我們看不到的 我們業障很深重的人看不到 所以他很容易就受驚嚇 就是他看到我們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看他這裡就講出來了 腦正中央是控制身體的智慧 周圍中間以外的這個周圍 就是大腦他自己演化形成的 人類稱之為智慧者 是最後才生成的 叫做我們所謂的那個智慧是這樣子 也就是大腦外側的大腦皮質 Cerebral cortex 這個無比的重要 就是我們 我們從這堂課以後 所要講的人類的智慧 跟人工智慧要對話 是指Cortex 存在在大腦皮質上面的 這個智慧上面的對話 但是掌管身體 並且能夠學習適應環境的智慧 卻佔用了腦的大部分 其實我們的腦的大部分 它分門別類啊 要做很多的事嘛 對吧 好再來 腦神經元與深度學習 這一段特別的重要 我忘了標紅 你們自己標吧 神經元 這個你們有嗎 因為 沒有嗎 有 有齁 為什麼我會這麼問 因為我的電腦啊 我把它要做成這個的時候 它出現一個警告 它說你的系統有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列印 那可是 它已經好幾個禮拜都這樣 這麼警告了 我也沒空理它了 然後今天我就特別做好的時候 要請蔣路華去列印的時候 我特別看了一下 哇好幾頁都沒有 這前幾頁都沒有啊 然後我跟蔣路華講說 那我沒時間管了 因為我又再重新做了一次 還是不行啊 我就說 自求多福吧 能有就有 那要沒有的話 那下禮拜再看看 就是可能是那個PDF檔 有問題啦 反正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結果你們每一頁都有 對嗎 那就謝天謝地 腦神經元與神度學習 這個很重要 這整塊都很重要 你看 Neurons 神經元就是等於所謂的腦神經細胞 在1900年的時候 那就是多少年前啊 現在2020了 120年前 對被人類發現了 神經元是這個連結的特殊現象 就是說神經元本身它就是 這個神經元跟那個神經元跟那個神經元 彼此就是一連串的 是連結的 然後上述這個連結的結構 加以把它數學的模型化 就形成了類神經網絡 師傅講這個類神經網絡講了N多次了 你記不記得啊 我說那個 阿法狗 阿法狗打敗韓國的李仕陀 就是用兩個類神經網絡 哪兩個 一個是Policy Networking 就是策略的神經網絡 還有另外一個是Value 值的神經網絡 所以請你看注意到這裡 這個類神經網絡 就是類嘛類似嘛 它是怎麼來的啊 就是科學家在1900年的時候 已經發現 原來Neuron本身每一個通通都是連結的 然後呢 AI的那個科學家 就把這些連結用數學的方式 用數學的模型方式 就變成了那個類神經網絡 我記得任正非 任正非你們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喔 華為的董事長 華為的董事長 任正非他講說他們華為 養了非常多的數學家幾百個啊 哇 你看 真的要成就一個手機也好 一個新的科技真的不容易 你看這個 這個 那個類神經 類神經網絡 就是把這些連結 先用數學的方式 把它模型化以後呢 就產生了類神經網絡 這可能太靠右邊了喔 這邊類神經網絡 你們有嗎 有被遮到嗎 沒有喔 好太好了 所以有被遮到喔 類神經網絡 你們自己補一下 機器人的深度學習 我也講過他深度學習嘛 就是deep learning 就是一種類神經網絡的展現 所以深度學習 他有一個 必然要打敗人類的 就是他沒有情緒化 所以他不疲不背 不病不衰嘛 他就24小時我們在睡大頭的時候 他還一直一直都在工作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必然要超過人類 這就沒辦法 他就太強大了吧 所以你們要向事務學習嘛 不睡覺也要不疲不背 不病不睡 請他經營閱讀量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這個閱讀量 你不能再一對一 一對一轉發了 我剛剛low了講 你一對一轉發這太low了啦 真的 太low了 對 現在不是那樣的經營方式嘛 你要加載 加載話題嘛 對吧 就是要靠平台的力量 對 好 影音的資料 影音資料就是影像的資料跟聲音的資料 我們通常把它合成為影音的資料 透過了深度學習以後 他得到解套 為什麼呢 影音資料本來不容易的呈現的 因為太龐大了 影像跟聲音都太龐大了 可是呢 他透過深度學習以後 他就日以繼夜一直跑嘛 對吧 然後他得到了合理的解套 然後他可以呈現 AI有兩個類型 兩類 第一個是用我講過的 用符號來思考 還有另外一個更先進的是 用類神經網絡來思考 兩個都可以做深度學習 都在學習啦 一個是比較早期的 一個是近期類神經網絡 是不一樣的層次 然後在資料海中 資料海就是大量天量或海量的資料 或中國大陸稱為信息 我們這邊叫資訊 在資料海大海當中進行學習 那在1980年的時候 製作資料這是很困難 因為你沒有給他資料 機器人他沒東西 沒有材料可以學習啊 所以為什麼說 一定要想辦法把 那個影跟音的那個資料 轉出來給這個機器人來學習 否則他沒有材料啊 好在1980年代的時候 製作這些資料特別困難 可是呢人工智慧就在資料海中 孕育而成是後來網際網路 對大量網際網路就是在發展大量嘛 海量叫做Big Data 就叫做大數據 好大數據一出現的時候 機器人跟著起飛了 為什麼他就在資料海裡頭 配合他的深度學習 不皮不背不病不痠 一直日以繼夜都在學習 一次不會兩次不會 一直一直一直學習 一直到2016年是第一 就是 就是 就是什麼 機器人第一次使用類神經網絡 打敗人類打敗李士陀 打敗李士陀 2018年第二次從類神經網絡裡頭 更提升到直覺的思維 打敗西洋騎手 那個Model 他的型號叫做Alpha AlphaGero AlphaGero AlphaGo是2016 才兩年的時間 從邏輯思維 翻轉成為直覺思維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特別重視他的深度學習 因為他簡直就是用人類的神經網絡在運作 對吧 他就是仿人類的神經網絡 因為科學家發現人類的神經網絡 通通都是連結的 他把這一套放在數學的模型裡頭去做 做成一個模型 然後就開始訓練機器人 太了不起了 科學家真的太了不起了 所以再來這個很重要 剛剛的那一點重不重要啊 類神經網絡它怎麼出來的 特別重要啊 因為你如果不了解這個發展脈絡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他為什麼能夠直接進 那個逼迫到人類嗎 因為人類最核心的就是我們的腦 然後衍生出來的智慧嘛 對吧 然後現在的這些人把我們人類最核心的腦的部分 整個數學化了 模型化了 然後大量的那個深度學習 我們還在睡大頭 他都不疲不備一直學習了嘛 所以你知道這一個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啊 我第一次發現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get shocked 我就覺得真的為什麼 為什麼機器人到後來 一般人思維不夠的話 他就會想 機器人會殺了人類或者是宰治人類 可是你思維夠高的話 你的思維成長起來的時候 應該是說機器人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 跟我們和平共處 幫助我們 然後開發更多的 我們目前沒有想過的一些利他的事物嘛 對吧 我們繼續看吧 我們繼續看吧 這個也很重要 Singularity 起點 或者有些人認為起點就是奇異的地方 這也是改變人類存在的重要的時間點 起點 社會的這邊要講到社會智慧 因為亞里斯多德說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 所以為了要對話 為了要理解 所以才需要有社會智慧嘛 否則的話 就是機器人一個人去 不疲不背就好了啊 他關我什麼事啊 對吧 但是因為亞里斯多德教導我們說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 所以需要對話 需要我了解你 你了解我 好 社會智慧是人工智慧的一大領域 所以我們發展人工智慧 不是為了個人啦 是為了整個社會嘛 整個全球嘛 整個宇宙嘛 對吧 現實是嚴酷而且多變的 只有用一種方式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捕捉全貌 就是說你只用一個機器人的這一個點兒 譬如說雷神經網路也好 或者是符號操作也好 只有這麼一個點兒沒有辦法控制整個社會的智慧 所以起點來了 起點他說就是指人類與人工智慧的一個臨界點 注意到這一個 它是一個時間點 是已經臨界到人類跟人工智慧 你怎麼辨別它呀 起點又指向人工智慧的發展 最逼近人類的那一點 那個時間點 然後所以要加速度的來進化 所以這個起點是指的一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要加速度進化的那一個點來進逼到人類 然而起點並不是指的人工智慧要超越人類如此單純的時間點 它指向並不是指向要超越人類 它不是這樣指向的 它要加速進化要幹什麼呢 來下面 起點在1980年代的已經問世了 它隱約的來比喻什麼呢 機器的進化促使到社會 所以師傅這邊為什麼要講社會智慧 它促使社會跟人類產生本質上的變革了 你不變都不可能 因為它已經帶來變革了 然後隨後呢 美國的科學家一位叫Ray Cowell 就是翻成中文太長了 Ray 我講Ray 你們就知道我在講誰 加以更精準的定義來指出來什麼是起點 就是 這是1980年就已經有了起點這個Singularity 這個詞就已經出來了 但是後來Ray他把它定義出來更奇妙 他是這樣定義的 他說人工智慧在絕妙的時間點 必須要趕快加速進化 在絕妙的時間點 換句話就是說 人工智慧與人類智慧融合的時間點 而不是說人工智慧打敗人類智慧 他有說要打敗人類智慧嗎 他沒有說啊 他的目標朝向哪裡 人工智慧是要跟人類智慧融合在一起 來解決整個宇宙的問題嗎 對吧 這是大重點 第二個 Singularity 起點的第二點 他改變人類存在的方式 如何我們可以來滿足起點的需求啊 第一個 提升電腦的性能 加速發展人工智慧 然後一直到 人工智慧與人類智慧並駕齊去融合發展 所以電腦的能力要加強 第二個 到時候人工智慧可望成為 輔助人類智慧的最佳角色 所以你看 他的科學家發展人工智慧 他從來不是要打敗人類啊 是我們人類 我們非科學家的普羅大眾 把自己嚇壞了呀 對吧 科學家他不是這樣發展的 他始終就是要怎麼樣 要來輔助人類的智慧 他是最佳的角色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取代人類的行動 那你一聽又嚇壞了 其實他做了我們人類 太多不能做的事 比如說他的深度學習 他不用睡覺 不疲不背不病不摔一直學習 這個人類做不到嘛對吧 他就可以來輔助人類 取代人類的行動 當人類很軟弱的時候 他可以來取代 也可以與人類合作 改變社會的行為模式 抱歉這錯了 改變社會的行為模式 就是我們在社會上怎麼交易啊 對吧 現在有了人工智慧以後 機器人以後 我們再也不是什麼 趕三點半一定要去銀行存錢啊 不是啊對吧 ATM也可以啊對吧 這些都是 好 因此人工智慧 渴望深度融入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 比如說數鈔票 單一領域幾乎都被機器人給取代了嘛 數鈔票啦或者是判讀 就是數據出來以後 有一個準則可以判讀的 人都不用判讀 他機器人判讀的比我們更精準啊 對吧 保險業也是 好 那何謂起點呢 何謂起點 起點指的是人類 這個重複了 這個重複了 我可能要把這邊刪掉 寫什麼 結果我忘了刪 沒關係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重複了嘛 對吧 7點對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 後工業社會的崛起 因為我們不是講說 這個人工智慧它帶給人類存在方式的改變嗎 其實它真的帶給我們改變 我們也在改變 但是我們自己不知道 好 這就是後工業社會的崛起 現在就叫做後工業社會 我在第一堂課講AI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講過工業革命 三次工業革命都在英國嗎 我是不是沒有啊 有好 界定後工業社會 什麼是後工業社會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它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名詞 怎麼來界定它 它是1960年代 看到嗎 1960年代就是圖林基問世那個年代 工業社會 師傅講那個turning的時候 一直告訴你 這個1956你一定要記清楚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倒回去提到turning 始於1960年代 1960年代就是turning 1956我們就稱1960年代 對吧 始於1960年代工業社會 轉型出現的社會現象 就叫做後工業社會 所以1960到現在幾年了 60年了 60年了對吧 我們不知不覺 其實它已經都存在了 我們都不知道啊 對吧 源於誰啊 法國的社會學家 Alan Turing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人無比的重要 但是 他只是提到這一個 後來把他發揚光大的是Daniel Bale 是美國的社會學家 為什麼呢 他出了一本書 直接就講後工業社會時代嘛 所以 後工業社會這一個詞 因為Bale而民生大造 反而那個發起人 Alan Turing 他就發起了以後就沒有了 好 後工業七大特色 後工業社會七大特色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來告訴我們機器人發展的過程 已經改變了我們人類的存在的方式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他改變了產品的生產 現在轉變為服務生產 以前我們都說要申請生產牙刷啊 或牙膏啊對吧 然後要大量生產啊 馬雲都已經告訴我們了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現在重視 生產牙膏牙刷 小部分的人生產 我要重視 我怎麼服務啊 我怎麼去促進牙膏牙刷 對人類有什麼幫助 是馬雲 對這一塊特別的熟悉啊 好 所以轉變為社會生產 服務生產 服務生產 所以你看嘛 法師就在這一個年代顯得無比重要 為什麼 法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服務啊 是不是 不是嗎 是無比重要嘛 所以 Come on 出家吧 職業 你看 專業技術人員 具 leading position 就是你需要有專業 出家你也要有看家本領嗎 你講的法理要夠透徹 能夠串連時代嗎 對不對 好 還有你的技術領域 好 所以你的日子就要朝這裡 這都是來告訴我們 我們的日子要朝這裡邁進來 要不然的話我們就會被淘汰嘛 對吧 理論知識居於中心領導的地位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管出家也好 獎金說法也好 不管是賣牙膏也好 都要有一套理論 否則沒人要聽你的 再也不是說 靠某一個人的魅力 你就能夠打遍天下 不是 你踩的那一句話 在這一個後工業社會時代裡頭 特別重要 你踩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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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為何方知 穿透為何方知 對 英文呢 對 英文呢 他 代表一個人 他 代表一個人 他 為了 為了 為什麼 而活 我 可以 擁有 你只有這樣子的生命態度 不斷的求知 不斷的求心 不就那個 Candy那個 延長人講 所謂的 那個知識 知識分子 第一個條件 你要有求知欲 尼采不就是告訴我們 對了 求知欲 尼采的那個名言就講 He who had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how 你只有這樣子 你才能夠衍生 無窮無盡的如何 你如何就是解套方法 對吧 好 未來展露技術評估 以及智能技術的重要性 所以那你就要講 我又不是學理工的 所以我就不被重視了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啊 這個技術 跟那個智能的那個技術 不一定是理工啊 你講言說法也是一個技術 是不是 你沒有講到沒有人能夠取代你 這不就是技術嗎 對吧 總而言之他要講的就是 未來你就是要更專業了 而不是泛泛的啦 你一定要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你才有存活的空間 要不然就被打敗了嘛 對吧 再來第五個管理革命 由人與自然 就是人去管自然嘛 對吧 轉變為人與人之間的管理 所以管理無比的重要 你管理不良的話就 一團亂 為什麼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他必然帶來困擾 他大數據啊 是海量啊 你沒辦法管理啊 到後來你自己 現身在你的資料海裡頭啊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學會管理 你從小地方開始 我跟中間立講 你從管理圖檔開始嗎 管理檔案開始嗎 對吧 你從管理法寶開始 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學會管理 你沒有學會管理的話 你到這個後工 後工業社會的時候 你必死無疑 新的匱乏 這也應該紅字 我漏了 就是資訊 中國大陸叫信息 時間也不夠了 資源也不夠了 這些這三塊 嚴重的缺乏 缺乏信息就是資料 缺乏時間 缺乏的資源 那你就會問師傅 不是什麼都用電腦處理嗎 那應該人會有更多的時間閒下來 不是嗎 以前沒有洗衣機的時候 媽媽洗衣服都要 哇洗衣家人的衣服 就要搞好幾個鐘頭 現在有洗衣機就是 洗衣機他家的事 洗衣機去洗 然後媽媽可以做其他的事 可是現在的人沒有比較輕鬆啊 為什麼 原因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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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很悲哀嗎 為什麼呢 技術更進步 照理來說應該更節省時間嘛 對吧 可是為什麼 反而時間都不夠用了 對吧 因為你要管的東西 因為你要管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大數據下來 所有的海量你想都沒想過的全交給你了 你一下子懵了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對吧 所以我們才講說 現在是信息爆炸的時代有沒有 你取得信息太容易了嗎 你取到了以後你都沒有管理 那都不是你的 你一定要學會管理 所有的那個信息到你手上要歸類 要歸類 要歸類 今天我很早我就想要開始寫我的那個slide 可是就在做檔案的歸位的工作 因為你這些檔案沒有歸位的話 你交完課回來的時候 又有一堆檔案在那邊 然後你到時候通通都混亂了 所以一定要花時間 先把這些檔案通通都歸好 然後才開始新的工作 你看光歸檔就歸了一個早上 因為從那個什麼 不是發佈全球化嗎 全球叫化 重磅推出 雙語的 對 從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不是有發那個動漫嗎 對吧 有一個影片 廣告片跟著出來 那個廣告片就有那麼多的圖 要抖起來啊 那那個圖你一張也不能丟失啊 對吧 那個空白的圖你要保管好 還有打上字的 它上面不是有很多字的呈現嗎 對吧 打上字的你要歸好 打上字的我們就叫配圖了 就是已經配好字的配圖你要歸好 然後兜在一起 來呈現視頻要怎麼呈現啊 哎呀事情真的很多 你看到播出來就是好炫喔好炫 然後就是這樣那要幹嘛呢 你又沒有想過那背後的心酸與血淚 真的不是 那才59秒還不到1分鐘 59秒特別控制59秒為什麼呢 抖音1分鐘的審核跟它最高可以長達15分鐘 15分鐘的審核是不一樣的 我的15分鐘的一個片子也沒有通過 然後抖音它是沒有就是沒有客服人員 它通通都是機器 你在對機器一直發問機器太忙了 它機器也沒有空離你 一直到現在我15分鐘的一個作品也沒有通過 所以我就說現在要推出來 一定要先用1分鐘的 1分鐘的比較容易通過 好所以你要做非常多的事 所以你信息大量的信息來的時候 你為了要考核這個信息 你還要再找更多的信息來confirm這個信息 對還是不對是不是 所以你不是就越來越忙了嗎 你時間不夠用了 然後你資源不夠用了 因為你要找更多更多的東西來reconfirm 你現在手上的信息對還是不對嗎 資訊信息經濟的挑戰就是資訊也就是信息 等於公共財這個觀念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很難活在這個時代 公共財 其實所有的信息都變成是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取得的 你看嘛圍基百科上面多少的 提供多少的信息它從來沒有 向我們索取任何一分錢對吧 人家已經運營多少年 十幾二十年啦 人家都是如此在做啊對吧 這不就是後工業社會的特色已經出來 所有的信息必然都是公共財 那那個出家人獎金說法 要不要去弄一個know how啊 設一個know how 然後申請專利要嗎 當然是不用啊 那獎金說法不就是為了幫助利益所有的眾生嗎 所以你的獎金說法也是公共財嘛 所有的信息到最後都是走向公共財 所以也很多人可能他還沒有意識到這個 他一個貼圖要賣多少錢嘛對吧 然後他自己的智慧的展現 他也要賣錢 但是那個都無可厚非啦 都可以如此精英 但是已經離開了時代的主流 因為時代的主流已經讓我們看到 你必須要重視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共財 你能夠藉由這個公共財 你的發展就會非常的龐大 你看吧 Facebook是世界最大的那個平台嘛對吧 他有沒有說你在上面發一條信息 charge你多少錢有沒有 沒有啊 以前還有人很早期以前 有的平台是需要收費的 最後收費的平台都沒辦法 都避倒無遺 你看嘛 剛剛開始有網際網絡的時候 有訂閱電子報有沒有 你知道要錢喔那個時代要錢啊對吧 那那個時候我就說一定避倒無遺 後來不就就不了了之啊 誰要去幫你 要去訂你的電子報 然後付給你錢啊 不會有人的 因為就老早是信息是公共財 後來他們那個電子報 到後來也是自討沒趣 通通通通通通都變成 現在只要有人願意看你的電子報 你就要怎麼樣 要偷笑 對 因為時代不一樣啦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這一個 所以你的事業的發展 要緊扣著時代的腳步 所以你看吧 人類存在你要存活的模式也在改變 所以這個你都要看 這都是紅字 後工業的其他特色 你一定要會 明年明年 Peter Drucker 現代管理學之父 他說時間是最珍貴的資源 你看來自於這裡嘛 後工業社會時間是缺乏的 三大裡頭的一大 時間是最珍貴的資源 不能管理時間 變什麼也沒有辦法管理了 什麼是時間管理 就是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再講下面了 這個腦波變化相對會比這一個 剛剛講的那個會來得容易些 因為這個是比較死的 然後剛剛師傅講的這一塊 都是完全突破時代的 就是你沒有聽課 你完全不知道現在的時代 已經轉變成這個樣子了 你覺得這個很重要嗎 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聽這個課 你根本不知道 我從今天開始 就是我的那個生命的 那個生活的方式 要怎麼配合著改變 對 大數據你一定要掌握 你沒有掌握大數據的話 你真的很困難 為什麼我們有一場講座是在貴 貴陽 因為貴陽就是大數據 中國的大數據中心 整個中國的大數據的重鎮 就是在貴陽 貴州省 為什麼選在貴州 因為貴州沒有發展什麼其他工業 七七八八的沒有 所以就選到貴陽 來發展大數據 這是最好的一個突破 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接下來講這裡 從這裡再串聯到文書這樣子 所以三塊 每一個週期都是AI講一塊 然後腦科學講一塊 講完腦科學以後才會去講文書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AI講完就講完書 講完了以後再來講腦科學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講腦波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邏輯思維的時候腦波是他怎麼 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腦神經元 他是怎麼連結的 然後我開始轉成直覺思維的時候 我的腦波做了什麼樣子的變化 然後文書就講 我的經典裡頭 老早就已經告訴你了 你都沒看了 對吧 所以 有看沒有到 有看沒有到 對對 那個決議宣的徒弟也說 喔 因為他們以前沒有聽過師父講課 對吧 講演講講座 那兩個小時跟講課 成體系的 完全不一樣 他們以前沒聽過 7月5號才開始的 他說聽了師父的講課以後 才知道我們原來懂文書的皮毛而已啊 對吧 沒有聽過師父講課 你看嘛 陳靖秋醫師就 誤以為說文書法門只是在講 超越二元對立而已嘛 對不對 不知道說原來超越二元對立是起點啦 是從這裡開始 對 是從這裡開始 然後才再發展到其他的嘛 對吧 所以 所以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 尤堅來跟我講說 喔 沒聽師父講課 喔 根本不知道什麼 三大類 十大象 那 這原來都在經典裡頭 我們每天都在聳啊 但是不知道 這個不思議定 原來就是要突破這十大象 這十大象都擺在那 我一個也沒有直擊啊 對吧 就完全沒有辦法聯想到 這個就是你 你看師父也在聳這一部經嘛 你們也在聳這一部經 但是你看師父吃透了這一部經 就可以從這經典裡頭抓到 他的經髓 然後相互串連了起來嘛 對吧 嗯 這個就是重要性 好 不可以 正在最後 我開始在封面 нения 看看 轉 中 望 後 延段 分離 中 偏 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